另一场英超赛事 也是选择了一场名牌 曼城主场队不复突 这场球真是仰得很深 又是两球两球半 这些真是很难选择的 讲真话 拼去赢两个3.9倍 这些都没得想的 不过这场球来说 我又不是那么深水选择这一格 我会选择什么彩池呢 都是在入球大势里面着手 说真的 入球大势 我都中了几次了 曼城 就是选择个小的 今场球一样选择个小的 不过选择中间这一格 就是说 讲真话 你四球就输半个盘给你 就是说 没办法的了 是有少少难玩的 但是你说 叫我选择大 我又不是很够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中你几次都是小的 看死你都是说小胜就够了 事实上都是 你选择他的是赛事 这几场全部都是小的 除了之前 大胜车路士之后 几场都入球大 开了 连开三场入球小 还要全部输半 其实说真的 这些球下盘都几多人买的 因为你让两球两球半 情况一样 也有个借口 欧联就是后顾之休 但是我又害怕 因为屈福特对球 有时候都几恐怖 赢起来的时候 一样可以大踩云 然后回头 输回给利物浦 5比0 作客 有点的味道 上次主场 也可以赢卡力夫 李斯特城 变成这阵球 也有点飘忽 这阵球 说真的 当然 屈福特这些 就是风流位置 第八位 作客来说 严格来说 失球数字不算多 就是上场 失了给利物浦 我叫失五粒而已 那你这场球 看曼城的什么态度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来说 你毕竟 虽然说你回主场 我知道你贏了 欧联 排面上你拿住了 3比2 3个作械合球 那场球 不是说输球 是赢球 最后反胜 说真的 主场 我觉得真的 其实任他怎么做 这些球 看惯曼城都知道 看他有没有心数 说得不好听 这些球常常都是看飞 外面都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就是说 维持近况 你很有理由 玩开这么多场 都入球 你没理由突然踢出 6比0 5比0出来 4比0 我觉得也不像 我希望你 如果你是赢盘 或者希望你三球 如果你是输盘 你可能1比0 2比0 不出奇 所以我选择3比5 4球 就保障点 博利 真的不幸 说是4比0 赢了屈福特 或者是3比1 踢出下盘 那些 我都不用输了 你叫我选入球带 我就不太大兴趣了 所以我选择这格 3.54球 入球势 1.72倍 选择了这场推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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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